根据最新的搜索结果 TNB在2023年的一些关键财务数据包括 净利润RM2770.300万 EBITDA利润率35.1% 单位需求增长3.9% 总收入RM53066.900万 平均煤炭价格134.0美元每吨 资本支出CAPEXRM10245.400万 总资产RM204743.600万 资产回报率1.7% 市值RM58104.800万 股息支付比率66.6% TNB在2023年的战略和运营回顾中提到 马来西亚在2023年对加速负责任的能源转型 做出了坚定承诺 TNB在推动国家实现2050年 净零碳排放的愿景中处于前沿未至 在分析TNB的表现时 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来审视 这家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 市场地位以及未来增长潜力 TNB作为马来西亚最大的电力公司 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而且在区域能源市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财务表现 从财务角度来看 TNB在2023年的表现显示出稳健的增长 公司的净利润达到了2770.300万令吉 这一数字在能源行业中是相当显著的 此外 TNB的EBITDA利润率为35.1% 这表明公司在运营效率方面表现出色 资本支出 CAPEX达到了10245.400万令吉 反映出公司对未来增长的投资意愿 同时 TNB的总资产达到了24743.600万令吉 资产回报率为1.7% 这些都是公司财务稳定性的重要指标 市场地位 在市场地位方面 TNB的市值为58104.800万令吉 股息支付比率为66.6% 这显示出公司对股东回报的重视 单位需求增长为3.9% 这表明电力需求在持续增长 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动力战略方向 在战略方向上 TNB在2023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到 公司正处于推动马来西亚实现2050年 净零碳排放愿景的前沿未至 这表明TNB不仅关注当前的财务表现 而且也在积极布局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需求 日益增长 TNB的这一战略定位将有助于公司 捕捉市场机遇 实现长期增长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 TNB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 一方面 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 如煤炭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可能会对公司的成本结构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 马来西亚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 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能源合作 都为TNB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此外 TNB在数字化和智能电网技术方面的投资 将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 降低成本 并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总的来说 TNB以其稳健的财务表现 强大的市场地位和前瞻性的战略规划 展现出了作为区域能源领导者的潜力 虽然面临市场和政策环境的挑战 但TNB的整体发展趋势仍然积极 投资者可以期待公司在未来几年内 通过持续的创新和优化 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价值创造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 具体投资决策 应结合个人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 建议咨询专业的财务顾问 更多详细信息和数据 您可以访问TNB的官方年度报告 2021年度报告 哦 214